天氣冷不如去吃煲仔菜吧 中環這間四川菜館 最近推出了幾款時令煲仔菜式 師傅入廚多年,公價十足 秋冬來了,開始凍了 香港人都很喜歡吃煲仔菜 軟粒粒的 主打是這款啤酒鴨煲 本地的米鴨 切了,預備在這裡 香料有香葉、草果和八角 加點酒、豉油 就可以燜了這個鴨 香料有預先炒香過 再加入青島啤酒燜煮 煮完出來上台香噴噴 比起傳統廣式煲仔菜 味道更加濃郁野味 羊腩鍋在冬天來說 是不可以缺乏的 所以我們也做了雙東羊腩鍋 餐廳選用蒙古羊 加入新鮮的冬筍和花菇 以蒜頭、蔥、薑等等 燜煮大約一個半小時 羊腩肉質滑嫩 肥瘦有脂 而且醬汁同樣香濃 送飯一流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素 素得來又要有香味 又要有特色 雜菌菇都有四五樣的菇類 豐富一點 而且它是有口感 整體來說 味道確實有水準 不過就略嫌份量少了些 也始終沒有用濃郁那麼有風味 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